港股台股的表现也可以说是相当的亮眼 而明年投资到底要如何布局 带你来看看有香港股神之声的曹仁超 他怎么看 2010年对亚洲投资市场来说是一个活力十足的一年 上海指数一曲冲破3000大关 港股涨幅在亚洲名列前茅 还有台股在FR等利多题材之下也有不错的表现 明年是否能够延续优势往上攻 素有香港股神之称的曹仁超加以分析 曹仁超认为2005年8月人民币开始升值以来 有太多的热钱集中在香港股市 但人民币升值受到官方政策打压不如预期 让香港股市背负压力 反而是台股成为最大的受惠者 曹仁超在香港报纸上写的投资者日记 是香港股民每天必读的专栏 他的见解也成为投资人掌握趋势的重要资讯 中间新闻台北众合报导